PS5必玩游戏推荐 给新买PS5的同学推荐一些好玩的游戏 排名不分先后 第一款战神5 战神系列是索尼PS的王牌游戏 在PS5上我们可以玩到战神三代 四代和五代 其中三代是老战神的玩法 属于动作冒险游戏 四代和五代是重启制作 属于动作RPG游戏 角色扮演类的 在画面音乐等各个方面 是全方位的升级 更像体验电影 建议先玩四代再玩五代 战神5发布一年就卖了1500万份 战神4的总销量也超过了2300万份 第二款宇宙机器人 这是买PS5赠送的游戏 不管是国行还是日本都赠送这款游戏 这也是PS5真独战游戏 适合全年龄玩家 它可以把PS5手柄的新特性 发挥得淋漓尽致 是一款让人轻松愉悦的好游戏 另外里面还有很多模型值得收藏 是从PS一代到目前五代的主机硬件 和一些附属硬件的一些模型 第三款游戏 双人成型 这个必须得两个人一起玩 用两个手柄 协同合作过关 它是2021年TGA年度最佳游戏 游戏关卡设计很巧妙 双人成型发布三年 销量突破1600万份 玩家总数超过3000万人 第四款 最后生还者 它还有个名字叫美国末日 一代和二代目前在PS5上都有重置版 二代获得了2020年TGA年度最佳游戏 这两作都是水桶级别的好游戏 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即便如此 我也建议大家尝试一下 不要错过 先玩一再玩二 剧情是连着的 第五款 对马岛之魂 游戏画面美得很 特别是风景 战斗系统也十分有艺术感 是武士题材的游戏 游戏销量1000万份 我们可以参考之狼的销量 也是1000万份 另外对马岛已经在PS5上 独占三年了 它将在今年5月份登陆PC 不过可喜的是 对马岛二代很快就会来了 PS5上好玩的游戏远不止这些 如果大家喜欢 我还会继续更新 稳定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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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